我想你的生涯故事 大家不知道七成也有五成啦 就是你這麼豐富的 可能從學生時 沒有 現在年輕人可能 看也不知道一成的 那就要更要好好講一下 日子的時候 你有跟不同的記者朋友也有聊過 當然 知識 我覺得這是旅外 到不同的環境 其實都會面臨到的 那在這個故事之後 我覺得可以延伸探討的是 如果學弟碰到一樣的狀況 學長會有什麼樣的建議 我在那個時候要出國之前 其實已經簽完約了啦 然後後來有人跟我講說 你應該要簽一條 就是讓教練不改你動作的那個條款 保護條款 像以前龍泉宮野貓英雄 那張之佳 還有後來陳冠宇也是嘛 陳冠宇也是真的比較聰明 因為我已經經歷過這 前車之鑑出來了 但我沒有想過這件事 學長的經驗 對 然後他後面真的好像 有簽到這一條 就是說你進去改我動作 我覺得可以保護自己啦 就是你也可以簽這個條款 應該說很難 因為你出去闖 畢竟人生地不熟 然後你要在 可能是別人的國家生存 是不是要表達都滿難的 真的很難 因為我那個時候請 就是翻你 他其實也不知道 要怎麼樣翻我的 那個態度出來 因為他 沒辦法百分之百 我已經很強硬是說 我不想改 但是他 他就講得很完整 因為那個時候 已經慢慢懂一點點 他就講得很完整 然後有點講說 他覺得好像不太適應 然後教練就繼續下去說 有點像是說 不適應就是要練啊 所以我們才要 才要花時間去慢慢 對... 他結果一試就亂七八糟 所以我覺得就是 你可以跟 很明確的跟教練講說 我覺得先不要 讓我那麼快改動作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出現這些 可能你想到的一些問題 就比方說我丟不好 或是控球不好 如果有出現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再來修正 好像還來得及 因為我正式比賽 你還沒讓我正常的 去丟個機場 也沒看出什麼問題 你就要改我姿勢不好 我覺得他們不太多 這件事情其實很深刻啊 我記得我二軍初登榜 丟完隔天 真的是隔天 而且那個改我 改我動作的教練 還沒有去現場 他只看到影片而已 隔天就希望我 可以做一些 改變的部分 如果讓你再經歷一次 你會怎麼溝通 還是照不同的表達方式嗎 還是... 我可能會先親約 因為裡面一定要先講好 你不要改我的姿勢 雖然說我不是 正統投手出身 對啊 但是我還是照著我的方法 因為對我來說最流暢啊 我最懂得知道 我怎麼樣去處理啊 所以你不要改我動作 當然也有一個 一些球迷是 當然是大家討論 會不會是以前學生時期 特別是高中的時候 累積蠻大量的投球量 的疲勞也有可能 你自己覺得 當然我覺得大家 有這種想法也沒有錯 但是身體我自己很清楚 我知道 因為我傷的是肩膀 我從來就沒有傷過肩膀 我從來也沒有覺得肩膀會痛 或是痠也會 但是不覺得它會痛 而我的練習的量 不是像說大家會講說 我一定要丟到一百多個 教練會覺得 你適可而止就好 他其實有講過 他你適可而止就好 但是我自己本身會覺得 我就是那個感覺沒抓到 但是我就會想要再多丟一點 其實有時候是自己 去爭取 要求 因為我想要更好 所以不是說 好 當然比賽看到我是這樣 就我連續丟市場 或者是高中聯賽 連投幾局 那 我可能說我那個時候 我沒什麼感覺 我丟得滿爽的這樣子 年輕真好 對啊 年輕的時候很好 現在你又 我一想起來說 小球 我那可能就這麼丟 日子 我是巨人的球迷 我還滿常在疫情穩定前 我一年可能會去看一到兩次 那我又很想好奇的是 身為巨人軍的議員 然後你那時候又被賦予很多的期待 穿幾號幾號 當巨人球員的感覺是什麼 如果上去比賽 先發的時候 上去比賽的時候 會有一種一夫當官 萬夫的那種 你們全部就是看我表演 的那種超級巨星 五月天的主唱 阿新那種感覺 真的是那種感覺 所以踏上去球場的時候 我跟你講不要踏 賽前 我走上去就會很想走 光走上去而已 就會很想說 你會覺得 因為先發投手 一上場的時候 大家會先繳 有點像歡呼幫你加油那種感覺 那個感覺會 直接灌進去心裡面 能量 對 會有一點能量 但是那個 第一次的時候可能會創 就是哎唷 怎麼那麼可怕 怎麼那麼多人 對 第二次之後就覺得 那個感覺很棒 可是感覺很棒的同時 就是壓力很大 因為豪門球隊 台灣跟日本的媒體 對你的期待值 那個時候 我覺得運動員 不要說運動員 成為一個超級巨星的 一個特質就是 我們會很享受彼此 享受壓力 因為那個壓力給我們 我們才會有一些動力在 那如果我本身就是 沒什麼壓力 投贏就投贏 投輸就投輸 那好像也不是一個 超級巨星的 這樣又太普通了一點 對 那好像不是一個 超級巨星的 該有的一個表現 那大國香品 他上去他也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每個都是搶搭者 對不對 每個投出來他都想要打好 我記得那時候我看一個報導 就是爸媽一開始有去 家人你在日子丟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那麼多人報導 是不是到現在都還記得那個感受 記得 可是記得沒有用 那個對我來說現在都是一個回憶 美好的過去 對 因為像 如果不了解不認識我的人 他只會覺得說 你現在是一個很棒的搭者 但殊不知我過去是一個 好像 不錯的投手 然後才上網去找 原來有這一段有這一段 對 因為很多球迷觀眾 其實都說你的 從學生時期開始 碰到的這麼多事情 一定可以出書或拍電影 因為你有太多曲折的心情的變化 先講一句 我差一個贊助者來幫我拍電影 來 來 我開玩笑 我怎麼調適的 我可以講我這幾年的感覺就好了 我在當搭者的時候 我有嚴重的低潮過 這個低潮還是在綜合隊培訓的時候 非常低潮 就是我打三上比賽 我打了六次雙手 只要打出去我就是死 打出去就是死 還多帶一個 不如不要出棒 對 就是會有一種重感 然後出棒出道 我不敢出棒 就是 懷疑人生 懷疑當下怎麼會 從來沒這麼慘過 連打三上比賽 我六次雙手 這大概是哪一年的 哪一年的事情 今年年初 這麼深刻 今年年初 對 阿達利也 也雙殺 然後 折道也雙殺 反正 都不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但我也會 一直在回想我 我會回想的是 教練跟我說過什麼 或者是以前我聽過什麼 或者是我以前看過什麼的文章 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教練跟我講過說 棒球不會騙人 因為你如果練習量不夠的話 一定打不出好成績 那我就在講 我會不會老cause 我會聽到 我會補允填 請再試 af 我會